謝謝主席,是不是有請院長跟我們部長 賴院長還有吳部長 許委員您早 院長早 我想今天其實這個調查報告這個專案報告其實應該是在選前來做 不過選後做也好 我想整個選議結果賴院長之前有提要辭職 那我想總統衛留 今天你來報告其實各黨派其實也沒有任何阻撓 表示大家也不反對你繼續留任 院長我要問的是 院長留任,可是部長呢? 內閣不改組嗎? 對於整個社會形象 甚至選民透過選票來反應其實是蠻清楚的 我們行政院發言人 關於法服的爭議 當時大家認為都已經做委員了 資源比較多 之前還是局處長 大家會有這樣的質疑的時候 這樣的回應 院長從來也沒有講過任何話 這樣的社會形象好嗎? 這樣子的發言人 作為行政院的門面 政策的說明 說服 適當嗎? 院長這該不該換? 謝謝徐委員的指教 內閣會在適當的時間做必要的調整 我知道之前你的尋答的時候有提到 可是我的意思說 人民等不及啊 那天投票的時候 我是投了兩次 第一次投不成排了快一小時 第二次四點的時候警察又站在我後面 截止排到五點半 我在想說台灣選民真的值得尊敬 大家很和平 理性很有耐性 其實我後來了解 其實他們是充滿了憤怒 他們急著要教訓執政黨 部長呢? 我們的部長 不要講不只十八十 一百八十七傷 這樣子的調查報告 等一下我們會問 可以接受嗎? 這樣的部長可以繼續留任嗎? 院長我當然知道你會回答說我會適當 我是說這個部長要換 中友董事長 破格任用 為了他修改內規修改規則 結果油品出包 九五都會出問題啊 全民買單二十七億 我們的經營部長 講說怎麼發電 缺電怎麼辦 插頭往鼻子裡面插電就來了 你就知道選民在那邊等的時候 那個憤怒是什麼啊? 我們等一下還會談公投案 我們的環保署長林應元 大談藻礁案 在官派委員的主導下 常行過關 你覺得人民可以接受嗎? 我們的林充賢主委選前 封年社長被換掉 大家認為是政治清算 院長 我舉的這只是一些案例啊 你不覺得這些部長 這樣的發言人還可以做得下去嗎? 要不要考量要不要換掉 這個 許委員的意見啊 我們都會納入參考 院長我在提的是說 每次選舉 我覺得執政者 要去解讀民眾表達的意見是什麼 他的憤怒 他的關心是什麼 這些部長非得走人不可 第二個 院長政策 勞工七天假 我覺得這次我進立法院以來 衝擊最大的 國民黨還在執政的時候發細則 新國會 透過院會 不予被查的決議 把它否決掉 恢復勞工七天假 結果執政長上台 行政部門上台以後呢 一粒一休砍七天假 剛才段一康委員 慷慨激昂說 我們的政策 不僅傷到我們的小老闆們 也傷到我們勞工 年輕勞工啊 對這最有感 勞基法怎麼修 他們很多都已經週休日啊 七天假不見了 院長 針對這樣的選舉結果 七天假要不要還給我們勞工 你當時講說可以討論 現在你的感覺如何 我們會在全盤來考量 院長我一直說 人事啊 這些部長 真的做不下去了 前面那些爭議啊 你都可以看到多少選票在流失 多少社會支持在反彈 政策也是啊 勞基法修了兩次 你任內修了第二次 你覺得勞工有感受得到嗎 我真的建議七天假還給勞工吧 我們公投有個結果 就是東奧證明被否決了 我們看這一頁 這是台日棒球交流賽 這是日本的轉播 上面在講不是中華台北 上面講的是台灣 下一頁 院長你之前講過你是個務實的台獨主義者 面對這樣的公投結果 我們未來奧會奧運的參加 會再繼續爭取證明嗎 在東京奧運的證明方面 政府已經有明確的態度 就是比照洛桑協定來進行 那現在公投出來 院長我請問 除了奧運奧會相關的體育賽事之外 那其他的呢 其他的賽會的參加 是不是證明 爭取用台灣的名稱 我們都不做了 目前公投的結果 我想普遍民眾的意思是 希望優先保護選手的參賽權 我知道啊 我們針對的題目是針對東奧嘛 那我的意思是說 政府你的行政團隊立場 是不是其他相關的國際賽事 回到前一頁 甚至這個用台灣 以後都不支持了嗎 以後都是中華台北了嗎 台灣一個字 以後再未來都不會再談了嗎 這是你的立場嗎 我的立場 這個徐委員應該很清楚啦 原則上 不是啊 我要知道的是 你的政府 你的團隊 接下來的立場是什麼 要看 就因為徐委員 你問的是一個原則性的問題嘛 但是我看了 恐怕是要看各項啦 各項的事情 我跟你說 那未來如果有機會 用台灣的名義出賽 也不會影響到資格 那你還會不會做 還是都不會做了 如果有機會我們當然要爭取啊 還是要用台灣 如果有機會我們一定會爭取 另外一個公投案 關於這個專法 還是民法的問題 那什麼時候行政院會提出 是民法嗎 還是專法 這個它是屬於創制啦 所以根據公投法第三十條 所以我們行政院會提專法 這個會期會提出來嗎 就公投法是說 行政院必須要三個月內 把法案送到立法院審議 我知道三個月內 那這個會期來得及嗎 我們會在三個月內 就是法定的期限內把它送出來 院長其實我再問一個更根本的問題 就是說這幾個公投案 其實跟你剛上台 你的施政理念跟方向 都是相矛盾的 那我也當然知道 你為了選舉的結果 你願意負責總統給你留任 和我想請問 你會不會覺得這幾個公投案 都要證明被否決 同婚 平權被否決 專法 請問 院長你會不會覺得這次在倒閣啊 這幾個公投的結果 其實跟你政府原本的理念 你的團隊原本理念是相衝突的 那你接下來怎麼做得下去 我跟徐委員說明 我的確是有這樣的感受 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當然知道民主最大人民的決定 可是 他跟你的施政理念 是有很多衝突的嘛 我還沒有細談 我們這個幾個能源政策的公投的案子 那這樣狀況之下 院長怎麼辦 你就 委屈求全嗎 你做得下去嗎 這是為什麼 我第一時間就跟總統請辭啦 但是 其實也有許多客觀的因素 我也有責任 先協助穩定政局 所以這是暫時的嗎 我想 先把每一天的工作把它做好 包括我在立法院說明了 政策的檢討 然後人事的必要調整 以及這個公投案的後續的工作 這應該都是 我在記者會的時候說明的 院長我這樣提其實不只是針對你而已 我覺得未來公投案如果成為一個常態 其實他很多時候會是對現任政府 很多政策的一個 副決 創制 甚至是一個類似 信任投票 而這個信任投票不是國會的 是民眾的 是全民的 所以我會覺得說 他未來搞不好變成一個常態 我真的也不希望說你的政府這樣委屈求全在做 這個學委員是這樣 就是說 我們救非核家園 很難得得到社會的共識 然後也在立法院修法通過 但是呢 原先支持 非核家園的朋友 他對燃美也有意見 即便是用超超臨界 空污排放接近天然氣 還是有意見 然後呢 再推動天然氣發電的 這個接收站的時候也有意見 所以社會上當然會恐慌啊 會擔心煤電 企業要回來 所以就會走向哪裡 你如果以空污作為標準的話 那最好的能源就是 就是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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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電啊 所以我們 民黨政府 我們賴院長內閣 在核電這個事情上面會轉彎嗎 這個是這樣 核事會重啟嗎 這個 曲委員我跟你說明 因為公投的內容是以核養綠啦 也就是說他要求刪除電業法 2025年 不知道他刪除那個期限 核一核二核三除一的規定 並無色核四啦 所以這部分 不是 院長 接下來 你的政府相關的政策怎麼因應這個公投案 所以我才會問你說 你在核能政策上面 非核家園上面 你們會轉彎嗎 這個 這個 徐委員 因為這公投的結果 政府必須尊重啊 對 院長我之所以這樣提就是說 第一個 這很顯然 是一個新任投票 它很多的方向是跟你們相衝突的 所以你怎麼做下去 你的政策會不會調整 第二個 這個公投案出來的時候 政府沒有態度啊 我們剛才講了幾個 到底是不是用台灣還中華台北 院長你有講過話嗎 對不對 你剛才講了解釋非常多 解釋分析這個公投的結果 可是之前 我們的團隊 我們的行政團隊有出來 主張你們 這個非核家園期限的問題嗎 我覺得這才是最大的問題啊 之前默不作聲 那之後說尊重人民的結果 可是這跟你的價值是衝突的啊 對不起我時間有限 我們直接進入這個調查報告下一頁 你們講 最主要原因是這個空氣壓縮機 就是這個阻風蹦的問題 部長 2013年 交通部自己出國的報告 就是去日本看去監照 那時候就說壓縮機有問題啦 就已經在說漏油 也就是說這個事情的發生不是今天啦 是五年前就知道 那當時驗收通過 現在出問題 你們把責任推給他 因為我時間的關係 我再直接問這個 那你的報告裡面 你也有講 TCMS這個故障號燈的問題 部長 你這邊講的是說 按照TCMS記錄顯示 有問題 可是你知道嗎 按照SOP啊 它的燈號有三種 一種是綠色的 輕度 黃色是故障是中度 可是已經需要檢修人員來了 重度的是紅色 列車人員必須立即處理 你的報告裡面 避重就輕啊 說燈號有出來 可是你沒有講 那燈號是什麼顏色的啊 我的意思說 這樣的報告大家可以接受嗎 下一頁 更吊詭的是 這個行車對話裡面 司機說希望能在頭城停車 大家那時候一直在講說 啊 頭城如果停了 可能在新馬站就不會出問題 司機有要求 頭城站的副站長說 有人坐錯車 要我跟調度員報備嗎 然後頭城站跟調度員說 啊 因為坐錯車 要在頭城停可以嗎 調度員說不行 可是之前談的都是故障 出狀況 我的意思說 這個對話會不會很奇怪 如果當時講得很清楚 是故障 不是有人坐錯車 就在頭城停了 這個事情就不會發生了 再來一個 最後 2014年調查報告就說 台灣的速限啊 相對於日本 不論是JR 北海道或民谷屋 我們的速限都比較高 也就是說我們允許的速度更高 可是那時候調查報告也講得很清楚啊 人員不夠 這個鐵軌的磨損 我的意思說 這些事情啊 在五六年前都知道了 那有的是當下 發生你的調查報告你沒有提 吳部長 我只簡單的問 你覺得 你這個部長做得下去嗎 這樣的調查報告 你覺得可以讓台灣民眾接受嗎 你個人認為如何 是 謝謝許委員 這個工作小組這個調查報告是 那個 吳主委做 不是 我知道 我回應一下那個 許委員的問題 這裡面是 主委這邊在處理嘛 政委這邊在處理 那我的意思是說 部長 這樣的調查報告出來 你覺得你做個部長 你之後的掌握 我們更不要提 我們等一下 我們有時間問這ATP的問題 這個陳如徐委員所提到的 這個Puyama列車 它整個生命週期 從採購驗收到交車 包括原來的主風棒 長期有過熱的問題 這個都是台鐵 它在這一部分 它在處理上 它事實上 部長 我知道你 Puyama發生事情的時候 你是剛上任 可是大家 比較有意見的是說 事情發生之後 你的掌握能力如何 你如果到現在說 調查報告是政委做的 不關我的事 內容不關我的事 然後呢 這些長期的問題 我指的五六年前 就知道的事情 是台鐵 你都沒有事嗎 你都沒有關係嗎 部長我只是問你啦 你覺得你這部長做的下去嗎 不管院長要不要留你 你覺得你做的下去嗎 我跟徐委員報告 這個我們現在分兩部分 一部分就是 不是啦 我只是簡單的問題 接下來是黃委員的時間 你不要浪費我的時間 你覺得你做的下去嗎 你做的下去嗎 對 這個跟徐委員報告 這個還 謝謝 現在請黃委員國昌 我可以去看 秒數